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106页的第二题 两张点卷可以换三支的飞标 那么点卷的章数和所换取的飞标的数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用笔来做记录 20张点卷换三本书呢 也是一样 请记得前项跟后项各代表什么意思 好 我们由这一题里面我们来看 两张点卷换三支飞标 那我们就是点卷 比上飞标 应该说点卷张数比上飞标数量 那这是比较正确的写法 但是以老师跟同学之间的默契来讲 我们大概写这样子 我大概都知道你在表示数量了 等于两张点卷换三支飞标 所以是2比3 好 这是第一小题的写法 那再来这里呢 他又出了一个小题 点卷换三本书 20张点卷换三本书 好 这样会写吗 好 以上是106页的第二题 比1 谢谢大家